现在正是水稻的收割季节 宜然市农会和凯旋国小合作 推广食农教育 小学生们带起斗笠 手拿镰刀下田来割稻 体验历历皆辛苦的真谛 在老农夫的技术指导下 凯旋国小的学生 放暑假也来学割稻 顶着艳阳带起斗笠 手拿镰刀 把成熟的稻碎收割下来 稻子怎么握 镰刀怎么使力 全都是功夫 好不好割 还蛮好割的 蛮好割的 感觉农夫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很辛苦 很辛苦喔 为什么 在太阳下还要再割这些稻子 这片的来说 人工吗 两工吗 差不多有六的人一斋漆 现在还会儿开了吗 所以要不要 那在中原仲的五十个月 大概五十个月 就要有五十个月 一百钟就好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不用一个小时 不用一个小时 光收割就把小朋友操得哀哀叫 接着打鼓 幸好有机器帮忙 早期传统农作样样都是靠人力 每一粒米得来不易 也认识农会推广食农教育 不只是让小学生学习农业知识 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惜福 其实我们政府一直在推的 就是食农教育 就是要教小朋友要正确的吃米食 健康的吃米食 然后爱护我们台湾的农村产品 小小农夫们在体验完收割后 会交由农会打鼓 烘干 去壳 在分装给小农夫们当作纪念 一安新闻记者黄竹汉 曾博道